年轻人需要争钱 但是也不可以拼时拼火 为什么 你要不可以接功尽力 现在年轻人 拼时拼火是什么呢 如果有家庭的要推家庭 这样说社会的消费也厉害 我们以前 赚的是少的 社会消费也没这么厉害 攀比心理也没有这么厉害 现在的社会攀比也很厉害 那攀比心理一来的话 什么都阻挡不住的 再多的钱也还能 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以前 这三十几块钱了 我老板比我多一点 因为他大学毕业有六十几块 反之撤合着过 孩子读书要求也没这么高 初中毕业了 考上好考什么读什么 无所谓 现在不是 大学生这么多毕业了 辛辛苦苦 你说是吧 父母培养也不容易 这个钱是有限的 当然了富豪之家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多数人家 也不是很富裕的 培养一个孩子出来 多学大学毕业 我想五六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对吧 有一个工作 大家都很开心了 现在要挑挑拣拣的比较多 特别是文科生 出来找工作更难 理科生还好一点 企业单位的 你说制造业什么业都要的 只要你不要挑挑剔剔 对吧 能够付出就好 但是问题 现在社会问题 还有大家都要享受性的 付出性都没有 多想好工作 多想是能够 难一点 去休闲一点的 难而来 你如果是创业 自己创业的话 那前段时间 你没有成功的时候 达到达得到吧 也达不到的 很辛苦的 是吧 如果是你说富豪啊什么 除非你 是吧 有什么背景啊 什么 想去 劝了钱还要呢 那省害国家利益 我 mère不让人 我 Parece 有什么 还要 他方法 你 我